在家看家,乖一点啊,拜拜! 车停这儿,把我的地板装了 金丝油木 其实用不了大概两平米吧 两三平米就够了,很快 我洗手间要不要装一下 洗手间可以装那个户外木 我琢磨琢磨 开始准备材料了 金丝油木 看着,这颜色可以了 刚才和云哥打了电话 他的车型跟我一样 我现在把这个切成直角 然后这个就 还是这样装着,就不装在地板上 然后地板往上扣,底下给它削薄 因为它这个底下这里是凸出来的 然后底下地板削薄 然后给它铺平 那个地方就空出来 这样也好看 不然到时候还是一个白板,也难看 那是一个锂电池 这是我后来在阳光那里加装的 因为你看到那个底下,因为是个布 时间长了之后,这个布就坏了 所以我把这个布撕掉 把这个也给它铺平 铺上地板 底下这个孔就直接 一直都装到最里面 这个灯是贴的上面的,所以也不影响 有多大缝就放多大缝吧 实在不行,那个缝我都不要了 直接给它用胶粘上 这样不长不拉垢 因为羊狗底下我估计全是狗毛 开干吧 真的是疯了 看到没,好多狗毛 就从这个缝隙里面 把这抽屉打开 就能看到 你看这个全是狗毛 你看这个全是狗毛 切成直角 这是个细幅 主要就是这门口 门口不太好做 门口做完 往里面铺就好了 就这么一小块 切半天 往里面装了 往里面装就快了 关键就是门口收编这里 这是个细活 车里面的各种造型 因为打不了收编条 所以要切各种造型 要不要打胶 打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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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打上胶 尤其是中间那两块 这块也打上 那块也打上胶 这是个圆角 这又是个三角 左边形 所以不太好处理 你看这只有两三平米 还挺不好装 哎我开上灯吧 现在开始装这个桌子底下 这也是个细活 因为这个木条 这都是异形 然后桌子 桌子底下这一块铁板 这铁板是钉到底盘上的 现在是的方案是 直接把那个地板 给它磨出 三到五毫米 然后扣上去 就差这点了 开始磨地板 用磨三到五毫米 现在改用这种磨法 是不是要快一点 又买回来这个 这个本来就是磨木头的 这个就是打磨木头 那个厚 这种磨应该好一点 撕一下 肯定可以了 装了一块 还有磨一块 再磨一块就够了 这边做瘦边条 里面装完了 最后把这电池再装了 这还有个麻烦 如果这个地方装地板的话 这个抽屉打不开了 所以我们现在的方案 是找了一个强化地板 就是符合地板 薄的七毫米 然后往上贴颜色相近的 然后上面做这个 幼木 只能这样 就这么着吧 只要耐用就行 好看多了吧 好看多了吧 其实就这么点 搞了现在五点 两点开始 三四五三个小时了 还有收边 收边条 我用这样的楼梯扣收边 现在还没有打胶 然后直接打胶就行了 不用打钉 打钉太丑了 本来放了个复合板 但那颜色好像对不上 挺丑的 现在开始磨地板 最后一块板 最后一道工序 收尾打胶 好的好的 掩盖了所有的瑕疵 那边还有个洞 给它堵了 堵住 堵住了 收工了 瞬间勾搭上 现在用这个胶布缠着 稳固一下 因为是用胶粘的 明天一拿开就行了 哇 漂亮 金丝有墨 哇 哇 哇 精趣